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这里 我们有单单的一个意向 就是为着传扬你自己的福音 我们坚信你必与教会同工 虽然今天我们的人数不多 但是凭着信心来说 一粒家菜种 你能叫它成为大树 主啊 求你使我们在信心 在忍耐 在福音的胆量和恩赐上 你借着你荣耀的灵再次来浇灌我们 再次借着圣灵把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再次借着主日 我们也把主日的信息仰望在主的手中 我小子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惊恐 但是主在你的宝学里面 你把你自己的话赐给你的教会 我们如此的祷告 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请大家翻看圣经 马太福音 第五章 我们就读两节圣经 就是三到四节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感谢主 我想今天我里面有一点点的负担 就是跟弟兄姊妹来交通 关于山上的教训 山上的保训 整个的山上的保训的八福 我只讲两个 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我们知道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 在山上的保训里面 照主耶稣讲这篇信息的时候 是比较晚的 是比较晚的 然而整个的马太福音 它不是照着时间的次序来写的 乃是照着圣灵的先后的 重要性的灵意来编辑的 所以在比较晚的时候 马太福音把山上的教训 是放在比较前面来讲 其中在山上的教训里面 有最重要的八福 主就把八福的这个信息 放在最前面 来交通给当时的门徒 我们感谢神 我们如果知道 当时犹太帝的那个背景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整个的马太福音 是讲到我们的主 是诸天治国的君王 他到地上来是来掌权来的 他要得着一般的人 来跟随他 所以今天的福音带出来的 不是说一般的光为地上的利益 来考虑的人 我们记得我们的主 在地上 四福音里面 有四次记载 我们的主在那里 有五饼二语 叫五千个人 能够吃饱 但是在五千个人吃饱的同时 很多的人来跟随主 第二天 他们非常的热心 来跟随主 人看起来是 大部分的人来跟随主 大群的人来跟随主 但是我们的主对他们的跟随 他直接了当地说 你们跟随我 无非是要得饼吃饱 不是因为见了神迹 感谢主 到底福音带出来的是什么 今天福音带出来的 就是要一般的人 一般的门徒产生 因为你知道 今天这个世界 需要是太大 太大 太大 这个需要 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主的门徒 我们不能得人如得鱼 虽然今天主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教会 这个教会 是我们的心安静的地方 是我们实习的地方 我们不必羡慕 许许多多的教会 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我们首先学习在那里配搭 是做一个神家的工人 是做一个神家无愧的工人 先做跟随主的人 在我们的身上 主把我们里面的生命 能够活出来的同时 我们才能把人 完完全全 引到基督的面前 而不是把人 引到我们的面前 教会2000年来的历史 教会的起点是马可楼 马可楼就像一粒家菜种那样的 在这样一个 忽略圣灵的时代 忽略祷告的时代 我们也在说 很多的团体都在做 复阴的工作 今天的需要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的祖 当时他从犹太地回来的时候 他的一生只有三年半的工作 他的在三年半的工作的期间 他想根捉干地 在烟花的面前伸张入嫩芽 他却是在拿撒勒 在默默的无闻的地方 生活了三十年 整个的三十年 除了十二岁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大的记载 当他出来的时候 因着这隐藏的生活 圣灵恩高在他的身上 当他在越旦河受尽的时候 圣灵仿佛各自 住在他的身上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来听他 我们今天说 如果说我们注重一个工作的时候 神知道我们工作的范围 知道我们工作的界限 也知道我们工作的度量 所以今天神 结作这一个教会 来试炼 我们在建造里面的信心 需要是大的 因为我们面临这个需要 但是我们的装备 跟这个需要 是紧紧的里面 有许多的距离 感谢神 在希伯伦 拿夫塔利的地 就是在越旦的河外 就是成为外邦人的藐视之地 我们的主一开始 在耶路撒冷工作的时候 他是得作了几个的门徒 这几个门徒 是零零性性的工作 他没有大的布道会 当他从越旦河出来的时候 圣灵在那里坐 他往第一个逾越节 往犹太地去的时候 你知道他得作多少人 不过就是世西约翰的工作 远比我们的主大 因为当时的世西约翰 已经在布达拉的布达尼 已经在那里受禁 那个时候的人 都涌到约翰那里去 这个时候他在那里 传悔改喜的时候 很多的人都被约翰所影响 如果初代教会 就亚波罗 他只知道悔改的禁 不知道圣灵的禁 今天为什么 当时约翰在那里 失禁的时候 人源源不断在那里 往约翰去 在越旦河外的时候 当主耶稣出现的时候 约翰见圣着 看那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但是约翰还是在 布达尼在那里失禁 我们的主这个时候就什么 他就退 他退往哪里 他在那里退的同时 约翰的几个门徒 就跟随了耶稣 当时我们的主 就不过就是 得着几个 不像样的门徒 而且这些门徒 被他得住的时候 是非常掺杂的 他们虽然一面是 世袭约翰的门徒 一面他们还有自己的家庭 包括安德烈和彼得 他们的跟随 在耶路撒冷的跟随 在约翰河外的跟随 这个跟随 是初步的跟随 但是我们的主 在整个的犹太地的里面 他在那里行走的时候 不过是个人的布道 他得住了尼古蒂姆 最宝贵的 从来犹太人 没有往撒玛利亚去的 从来不从这个沿海的路 往撒玛利亚去的 但是有一个人 神的儿子来了 他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你到撒玛利亚去 得住一个什么 得住尼古蒂姆 不尼古蒂姆是自己早去的 那个晚上早去的 他得住什么 得住一个不齿的妇人 这个妇人是谁 就是撒玛利亚妇人 难道这个妇人 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吗 当我们的主 在雅各叙家的井旁 在政务的时候 遇见那个妇人的时候 我们他里面的干渴 主的干渴 他把生命的活水 给了那个妇人的时候 他说我的事物 就是遵行那 差我来的旨意 做成神的功 他得住了 那个妇人的时候 他里面就得住了满足 你感谢主 主耶稣从来 不与人的需要 为自己的满足 不与人数多 为自己的满足 他的满足 乃是神的旨意 他得住了一个 撒玛利亚妇人 其实是为将来的门徒 菲利在那里 打下福音的基础 以后 菲利所有在菲利 在撒玛利亚的步道 在撒玛利亚的工作 都是应着主耶稣 那一次的撒种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是收割 说我们说没有劳苦的 谁来撒种 撒好种的就是人子 是主耶稣先把这个生命 道的种子撒下去了 所以感谢主 你看见没有 我们主刚刚出来的工作 也不是那么吸引人的 也不是那么前因后乎的 乃是脚踏失地的 来得着罪人的灵魂 感谢主 那么我们当我们读到 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的时候 是我们的主经过西布伦 拿福卡里的地 我们这些 包括我们在这里服侍 包括我在内 是神学生 当然我在大陆 有了二十几年 几乎说幕会的经验 但是这一次 神把我们带到美国来 跟同学们在一起服侍主的时候 我们在工人跟工人之间的配搭 就显出我们的人角 就显出我们里面的缺陷 所以建造圣殿的石头 要里外都要聚齐 建造圣殿的石头 里跟外都要聚齐 在聚的同时 是一个雕磨的过程 是一个对付的过程 是一个十字架 在我们生命中掌权的过程 如果十字架 不能在我们生命中掌权 我们流出来的是死水 而不是活水 所以主耶稣说 若有人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我记念很多在历史历代 教会被神大用的仆人 都是从一个复杂的人多的 那种背景中 被主殆尽 孤单的里面 今天我们的院长 跟我们有一个祷告 他说一粒麦子 若不掉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他要借出许多的子力来 这个许多的子力 需要主耶稣是哪 第一个好种 他落在地里死了 今天凡跟从他的 disciple 门徒 都要有这样一个原则 多少的时候 我们盼望 我们的侍奉有成就 多少的时候 我们盼望 我们的工作有果效 多少的时候 我们盼望 我们的所有的侍奉里面 能够有一个局面 但是主 先不把我们带进局面 带进果效 乃是把我们与他的十字架 联合的时候 我们这个人就不愿意了 感谢神 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却是这样的工作 如果说我们今天 不能够往下扎根 那么我们将来放到 这个艰巨的河场里面去 有许多的地方要不到 包括中国 包括好多的地方 我们是跟人的灵魂 跟触摸到人 内心最深的生命的同时 我们就守住无策 无法来应付神的需要 所以感谢神 今天神在那里锻造我们 多少的时候 我们注重我们的教会 人数的多少 当我们每次来聚会的时候 看见人数少 我们里面就 好像就不对了 看见人数多 我们就兴奋起来了 这是一个局面的服事 不是一个生命的服事 神的工人 必须从局面里面 被神带出来 带到单单的来仰望神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 方能够成事 感谢主 所以我们刚读到 马太福音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讲一讲 马太福音的背景 这个背景太重要了 我们如果读到 第五章之前的时候 耶稣走遍加利利 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人 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各样的病症 今天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中间 无论三派 我是聚会所背景出来的 聚会所特别注重什么 教导 特别注重门徒训练 所以这个张伯利牧师说 聚会主的嘴 宣道会的腿 聚会主最能讲 但是福音不到他不起劲的 他认为聚会所 他就说 我们今天就是建造教会 没有福音 哪有教会 今天问题是 没有大使命 哪有基督的身体 所有基督身体的建造 都是接着一般宣教士 把鱼打进来 彼得是捕鱼的 保罗是这帐篷的 约翰是捕网的 每一个执事是一个配搭的执事 人今天看见的是一个教会的地方 没有看见 那一个荣耀基督的身体 是在众教会里面所产生的 第一是教导 第二是什么 传天国的福音 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的 国度的福音 今天不是说 你病得医治了 鬼赶出去了 你今天听福音 你来祝福了 是国度 什么是国度 也就是说 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你里面 掌权的福音 借助这个掌权 扩展到全地 这地上的国 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 他要作网 直到永永远远 还有一个 你这个福音 如果是和神的心意带出来的 一定有神迹奇事 来见证你所传得到 这个就是全辈的福音 今天灵派的弟兄姊妹 注重的是神迹奇事 聚会所的弟兄姊妹 注重的是教导 福音派的弟兄姊妹 注重的是福音的使命 其实这三者是和也的 这是主在加利利的工作 当主在加利利的工作的时候 他在那里医治百姓 各样的病症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 所以感谢主 今天所有的侍奉的开始 需要有恩赐 先是恩赐入门 然后生命在那里建造 这个生命不断地在那里扩张 但是今天否认恩赐的教会 他这个福音的工作 怎么往前 怎么把福音的工作 带往前面去 这个需要医治各样的病症 所以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 今天很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 犹太他往以色列加 弥斯德阳那里去 他没有往外邦去 他还是在西布伦 拿夫塔利地 沿海的路上 他在那里工作 但是他的名 这里不是名声 是他的名 我们中文字翻成名声 其实就是他的名 主耶稣的名在哪里 哪里就有吸引力 不是我们这个人有名 乃是主的名 能够把一切 有需要的人 在那里征服 所以约翰福音 感谢主 他怎么说 我若被举起来 只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我若被举起来 就要被吸引万人来归向我 所以古老的十字架的福音 是教会永远的根基 什么时候 我们不把主的十字架 高高地举起 罪人就无法来到主的面前得救 感谢主 我们在这里看到 人把一切害病的 害各样的疾病 你知道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针对人所有的病 我们的主说 康建的人用不着一生 有病的才用得着 我来本是造罪人 不是造义人 所有今天的需要 都是有病的 你看什么病呢 你看有各样的疾病 各样的疼痛 被鬼附的 被鬼附的是灵界的病 颠尖的是婚里面的病 瘫痪的是身体的病 主要圣灵在这里末世 无论这个人里面 灵出了问题 还是他的心理界出了问题 还是他的身体出了问题 只要来到主的面前 什么样的病症 就能够得着医治 因为十字架 不仅仅是一个灵魂的救赎 乃是灵魂和身体 所有的救赎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着医治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着平安 哈利路亚 我们感谢主 当这些人来的时候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这是福音的铺垫 福音的前奏 教会今天真的感谢主 我记得江秀琴牧师 江秀琴现在的牧主先锋 我听过他的时代里面的见证 当他到从西安堂出来的时候 到了美国来的时候 美国来的时候 他就带五百美金来的 当时在湾区的开荒的时候 他知道人内在生命的那个光景 所以他从荣教师那里 得着那个异象 他到北美来的时候 一直从西安堂 当时有两个江姐 他听说他们一个叫 他是第二个 都是姓江 都是荣耀秀 这个教师的学生 江牧师来的时候就五百美金 当他来的时候 他就是从最小的茶井班开始 一直到今天的牧主先锋 他们里面很多的人 到他里面都得着了医治 他知道人里面那个树林的光景的 那一个程度是怎么样 当他凭着异象来的时候 就是这个小小的家财种 他发芽 长叶 长成了参天的大树 所以感谢主 一个有异象的神的仆人 或者说师女 他既看到了需要 然而他在主面前的装备 是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没有一个真正里面的一个稳固的根基 我们今天怎么来应付 人那么重的需要 有一些人来 是被鬼所攻击的 压制的 所以主耶稣出来的时候 我来是要叫瞎眼得得看见 贝罗得得释放 受压制的得着自由 要报告神 悦纳人的喜念 就是我们这些工作的人 已经在那里为主做工的人 里面也必须受抑制 因为我们的性格有许多的地方 包括我在内 有许多的地方 是需要主的怜悯 更需要主的意志 否则我们不能够 意志的话 我们不能够应付人 这么大的需要 为什么今天 很多在湾区的人 很多的人 源源不断地到 墓主先锋去 因为人里面有捆绑 人里面有灵里的病 人里面有魂里的病 人里面有身体的病 当他到墓主先锋去的时候 他里面就很多的时候 就得出了释放 主的师女 听说他讲道的时候 没有什么高言大字 但是很多的人 就觉得 从他安安静静地 释放信息的时候 里面摸到膏油 这是 我再讲一个例子 就是尼托森弟兄 当然我是会所对 尼托森弟兄 是比较熟悉一点 我常常会讲尼托森弟兄 尼托森弟兄 从福州来到上海的时候 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就是在文顿里 一个赵批间 什么叫赵批间 赵批间就是厨房间 厨房间是什么 前面是煤炳炉 后面是两个叫长条凳 从前的上海的石库门房子 上面是厢房 下面是 不知道你们上海 北京人叫胡同 我们上海人叫石库门 叫李弄 叫李弄 我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 环境中长大的 叫李弄 当时 尼托兄 而且一生的肺病 他刚刚写完 苏林人 从无锡来到上海的时候 他就在那一个真正的照片间里面 开始读情聚会 当然他的文字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扎实 他有几批的复兴报 记录当时他在苏林里面的看见 那个时候江北的那些 许多在过个拆会的弟兄们 看到他的报纸的时候 他说这个少年人 不过就是二十几岁 他怎么这么狂妄 他里面很多的东西讲 是我们从前说没有领受过的 好 我们就连夜坐这个积帆船 当时苏北到上海 都是那个 那个那个木帆船 他说我们去看看 这个少年人 到底是怎么样来侍奉神的 他们把那个积帆船 要从前还没有 在苏北跟上海还没有桥 都是要从长江的北面 一直开过 要开两天两夜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以后 昨日参加那次聚会 当他踏进那个照片间的时候 这批所谓的 在过个拆会的长老 往外面去 买手帕 手帕 流泪 流泪 一直在那里哭 一直在那里流泪 为什么 他们在这个照片间里面 深深地摸到神的同在 也就是说 这个少年人起来 还没有正到的时候 这个地方已经被 神已经把他们征服了 所以这批往苏北去的那些同工长老 到了苏北 全部的脱离了拆会 就在那里凭信心 在那里生活 有一年我往苏北去传道 在赋宁县 一个县城 有十二万聚会所的弟兄姊妹 都是那一批老的传道人 在那里打下的根基 所以世界上最荣耀的路 就是传道的路 世界上最艰难的路 也是传道的路 一面来说 传道来说 是何等的荣耀 一面来说 传道是何等的 需要我们的生命 性情 品格 都要受到十字架 严格的对付 我们在神学院 不仅受到前面神仆人的教导 这些教导来帮助我们 认识这条道路的严肃 跟这条十字架道路的荣耀 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学习 我们永远开不了功 即使我们开了功 也不能完功 就好像那个城建造了 这个塔建造了 你就不能计算这个花费 你无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主面临这么大的需要 那我们的主在那里 再多传一点福音 再多一次一个神迹 不 我们的主要把门徒带往山去 当众人源源不断地跟随他 跟随他 所以你在路加福音 看到的是平原 在整个的马太福音 你就是看到山 山 山 都是山 所以第一座山 在这里我们看见 就是登山的宝训 接下来还有许多的山 黑门山 最后主的大使命 也是在山上 所教导门徒的 这个山就是什么 主要把你带到一个 高的地方 不是平原 在路加福音 我们看见都是平原的教导 或许跟马太有一点重复 但是对象不一样 一个是众人 一个是disciple 门徒 什么是门徒 是跟随他的人 是学生 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 侍奉神 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是跟随的众人呢 还是众人中间的 那一批 愿意为主 摆上的门徒呢 也就是说学生呢 这个我们今天要 里面要有一个亮光 如果说不亮光 就是再多的羊群 在我们的手里 再多的鱼 给了我们 我们都会失落 因为我们这张王是破的 我们的手中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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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牧人的权杖 是歪的 我们不能把羊 引到青草地上 也不能把羊 引到可安息的水边 所以感谢神 今天神把我们这些神学生 带到美国来 我们学习的是什么 就是在信心的里面 来仰望他 disciple 门徒 所以感谢神 当我们的主上山的时候 我们看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 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 我们觉得 许多的人需要那么大 主啊 你再留在这里 多感一些鬼 多医一些病 我们的主 感了 整个加利利 他走遍了 他一面来说 他走遍了那么多 看到那么多的需要 在整个的加利利 他要找到几个 能跟随他的人 能disciple 能够跟随他 所以他在 波赛大的渔村的旁边 他选招了那一个 已经往约翰那里 耶路撒冷退下来的 那几个人 他重新在那里呼召 他这呼召是什么 来跟从我 来跟从我 所以你看 希比泰的两个儿子 他就撇下了 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 他们已经跟过主一段的路 已经跟主同住过一个阶段 你看约翰福音的开始 你看那里看 主就问他 你们要什么 他说 你在哪里住 那个问题太好了 他们那一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 便与主在那里同住 当他们同住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看看这个卑微的拿撒冷人 跟不下去 木匠的儿子怎么跟 拿撒冷人耶稣怎么跟 还是回到世袭约翰那里去 因为世袭约翰人多 我还是跟随去 他怎么来跟 他们还是回到了加利利 所以主回到加利利以后 第二次重新再把 跟过约翰的门徒 那个时候是人引荐给耶稣 这个时候主自己用声音 来呼召他们 来跟从我 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 不仅说人的劝勉来跟随 更重要的 你身上有没有主的呼召 进入那一个工厂 感谢神 所以耶稣看见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 久迹坐下 门徒就到他的跟前来 感谢神 很多的人 但是我们的主怎么 从这些众人中间出来 他就上了山 他要把门徒 把他跟随他的人 带到一个高的那一个境界 这一个高的境界 我们的主就开口在那里 教导他们 所以我们的主是最会安时分量的 你看在需要的面前 他在那里医病 他在那里赶鬼 而人今天里面 灵出了问题 魂出了问题 身体也出了问题 但是我们就走到了山上的时候 他就开口在那里教训他们说 他在这里有讲到巴伏 我们在神学院都读过 这个巴伏是生命的阶梯 当时我们的院长教导 是生命的阶梯 是一层一层的 奥古斯丁也解释过巴伏 但是在巴伏的起点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个虚心还有一种翻译 就是灵力贫穷的人是有福的 今天到主面前来的 你能不能承认你里面的贫穷 你能不能承认你里面的无有 我们有许多的东西 满了 当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 很多很多 满满的满满的在那里 我们有我们从前的经验 我们有从前的那个包袱 我们有从前许多许多的 但是主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 也就是说灵力贫穷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我们记得我们的主 他从荣耀的宝座 来到冰冷的马朝 他所有的是道空 他不是道空他的神性 乃是道空 他不予是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所以在雅各书特别主导主的名 你的名心香 如同倒出来的香膏 这个香膏是要倒出来的 这个玉瓶是要打破的 这个香膏是要流出来的 今天感谢主 我们今天作为主的一个学生的时候 今天首要的就是道空 因为你今天面临的是最后一个教会 就是老底家的教会 什么叫做老底家的教会 就是外表富足 里面贫穷 我们面临的教会不是教会的初代 我们今天所有的侍奉的对象 都是满的人 你怎么来应付这么的的满 我发了财一样都不缺 今天的教会是的 中国大陆今天也要开门了 从今是非常贫穷的 你知道在农村的教会 是几个土盾子开始聚会的 有一年我们到四川去传道 真的可怜啊 在那个山沟里面 一个破电缝扇在那里扇 我再次的那个传道的时候 我说他众人这个种茶缸 种茶缸 也没有茶叶 就是几片的薄荷叶放在那个里面 谁来喝也不给传道人喝的 小孩也来喝 鼻涕也浸在里面 就是一个聚会的中间 中间一个大大茶缸 当时我们的聚会要40度啊 当时39度啊 就是一个破电风扇在那里扇 那么聚了两天会 我们实在是觉得吃不消了 明天的特会该怎么样聚下去 我们同心可以在主面前祷告 第二天 这个云啊 就遮住了日头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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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经历了主的大能 所以你在这些传道的时候 不仅仅是看见需要 你在需要的时候 你怎么来仰望主 怎么来仰望主 这些在北美的教会 在安逸的教会中 是无法来体会的 我想河南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同学 在河南大复兴的初期 那些传道人是怎么样来经历的 但是你今天在末了的教会 你所面临的都是满的 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在人本主义的时代 在满的时候 很多人的方法 人的都进入了教会 怎么来应付这么大的需要 需要空的器皿 所以在猎王纪的时候 在雅哈的时代 那一个妇人的儿子 这个丈夫死了的时候 我们的神在那里叫伊丽莎 新一个神迹 这个神迹就是空气民 什么时候有空气民 油就进来 什么时候空气民没有了 油就止住了 所以圣灵跟空气民 是发生关系的 你里面有盗空多少 今天圣灵的工作有多少 感谢神 今天在马克楼上的那批人 就是空气民 这120个人就是空气民 就带来了五旬节 教会下一阵大风 在五旬节中间产生 如果说 今天我们丰收西谷华夏教会 还是要照着人的遗传 人的方法 我们里面还是满的 没有倒空的话 圣灵怎么经过我们这个人 流出去 若有人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 信我的人 不是头脑中流出 活水的江河 不是头里 乃是腹中 腹与头 虽然是两个距离 但是完全是两个源头 今天我们的头脑 满了知识 满了我们的 这个学习的东西 你供应出去的 只能叫人死亡 所以感谢主 若有人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 信我的人 要从他腹中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主耶稣 最荣耀的一个形象 就是从宝座 来到马朝 我来不是服侍人 我来不是要人的服侍 乃是服侍人 并且舍命 做多人的所假 如果说 我们今天不到空 我们就今天 无法更深地 摸到人里面 细腻的 那一个需要跟感觉 所以我们的主 在雅各旭家的景旁 他深深知道 撒玛利亚夫人的 那一个感觉 所以他才能供应给他 如果我们光是 教条的那个教导 那个撒玛利亚夫人 能悔改吗 绝对不能悔改 感谢神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 这样大的需要 我们需要 看到主 那一个生命的实质 也要看到我们里面 有多骄傲 多不能成壮主的生命 主耶稣在马朝的 那一个生命 降生在马头 今天要重新 在我们里面降生 让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谦卑柔和 包着布 在马朝里面的 那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柔和的 这个生命是绝对 不能够重伤别人的 这个生命 所有的人都能够 来到他的面前的 这个生命是一个 幼小的婴孩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完全的赞美的话 是仇敌和报仇的 闭口无言 哈利路亚 我们不是用一个宗教的 形式来传主的福音 也不是说 我们用自己的 那一个成就 来传神的福音 知识来传神的福音 我们需要 让主的那个活水 我们不过是一个管道 不是活水 让那个活水 经过我们就可以了 主要我们这个里面 没有脏的东西 没有拦走这个活水 没有那个东西 把它拦住 我们不做拦住他的工作 他就能够在我们里面 自由地运行出来 Amen 我们只要不拦住他 所以穆安德烈弟兄说 宝贵的器皿里面 不仅脏的东西不能有 就是好的东西也不能有 这个蜜啊奶啊都不能有 今天神要求的这个器皿 是干净 所以你既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在神手中 成为贵重的器皿 什么是贵重的器皿 就是里面倒空 所以虚心的人有福了 所以历史历代的 我们读了那个 这么多的教父的道统 从圣弗兰西斯 一直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阿古斯丁 一直到马丁路的加尔文 他们都有生命倒空的过程 你什么时候倒空的 越彻底 你越能够在神的手里 作为那一个贵重的器皿 求主给我们恩典 我们在这个倒空的过程 要把我们里面天然生命的 许许多多的 所是所有 我们的院长跟我们教导的时候 像乞丐那样的 所以蒙恩的开始就看到自己 全然败坏 我们这个人 很多的时候在神的工作中 而是神工作的拦住 因为我们没有佩搭的感觉 我们没有里面倒空的那一个实质 当我们真的里面有空气鸣的时候 圣灵就源源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工作 为什么今天这个传统的教会 很多的时候你去聚会的时候死成 很多的时候里面 接受一套的教义跟教条 没有内在生命的那个经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今天的教会太满了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时代 我们怎么把里面倒空 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 或者说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共勉 所以我最近越来越发现 神就借着环境来对付我们这个人 要把我们这个人里面倒空 借着环境来对付我们 造作我们 造作我们 这就感谢神 感谢神 虚心的人是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是 这不仅仅说这个诸天的国度 在将来的掌权 乃是今天就在里面掌权 所以那一次感恩夫人 那个教父 那个影修是告诉他 他在外面寻求 他一直在那里寻求 他就说了一句话 你是在外面找你里面的主 当他看见这句话 他一讲的时候 感恩夫人 人好像撅过去 好像一个大光透射到他的里面 最后他认识 在我们里面掌权的 有一个荣耀的国度 今天在老弟家的教会 耶稣在门外叩门 凡听见他声音 给他开门的 我与他 他与我 就一同作息 感谢神 所以一切有心 要来服侍主的人 首先第一关 乃是把自己倒口 我没有 主啊 我是那样的贫穷 是乞丐 是赤品 我没有 主啊 求你 让我看见 求你 买白衣 让我穿上 让我里面能够出代价 让我在这个时候 能够真的在你手里 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 所以感谢神 所以天国的第一个台阶 就是谦卑 我心里 柔和谦卑 所以我们在主面前 来到主面前的服侍 特别是神的工人 我们多想要有一个局面 多想要有一个平台 多想要有一个 侍奉的 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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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或者说一个界限 但是感谢主 在所有的影响 都是从真正的生命 开始倒空的 都是从生命开始倒空的 这条路何等荣耀 这条路也是何等艰难 如果说你那一粒麦子 不掉落在地里死了 你就今天就不能 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因为第一粒麦子是这样 你是跟随他 你不能照世人的原则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 他是这样一个原则 你必须是这样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的主说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人即骂家族是 何况他的家人呢 我们是他的家人 他是我们的家族 我们的主 就是从高荣耀的宝座 来到冰冷的马草 我来不是要人的服侍 乃是服侍人 但是我们今天 很多的时候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的侍奉是掺杂的 我们几乎有最好的意识 这个器皿里面 也不能有任何掺杂的东西 掺杂带出来的 就是掺杂的服侍 主不可能把更多的羊 交付于我们的手 如果我们是一个谦卑的仆人 是一个尽忠的仆人 到这个工作在那里完成的时候 只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 只知道你吩咐我做了 感谢主 我们是到主面前来的人 所以感谢主 传福音以后 带出来的就是玛利亚的香膏 债人看是枉费 债主看是一件美事 今天我们在教会 包括这条生命的路中 侍奉多少的时候 债人看你的时间是枉费的 你是被糟蹋的 你可以有许多的事局面 有三十两的香膏 可以揍去许多的穷人 但是当人在那里误会 主在那里承认 你说寡妇的两个小钱 主看见了 玛利亚的香膏主看见了 小子里面的一杯凉水主看见了 这都是坐在神的面前 而不是坐在人的面前 所以感谢主 只要我们的教会在主的面前 我们有这样一个坐在神面前的 就是两三个人 我们都能够示立在神的面前 因为这里有神的同在 我们追求的不是局面 乃是神的同在 哈利路亚 当主的同在来的时候 中国的古话说 酒香 酒香不怕香子深 你这个酒是香的 你香子最深 人还能找到 柯连明老弟兄说过一句话 哪里有蚂蚁就爬过来 Amen 你说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今天如果说 我们这里没有真理 我们没有圣灵的工作 没有神的同在 人怎么会来 所以感谢主 哪里有草 羊就安卧在羊卷 就能够带到清朝地上 就能够带到可安息的水边 所以这每一次的主日 都是对我们信心的熬炼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不仅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也是一个持守的教会 所以生命的种子在里面 要忍耐地揭示 盼望我们每一个 在这里有服事的弟兄姊妹 心 下午的心就安静下来 所以我来的时候 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乱 我人数多少 我出去看看 不 后来我就跪在主面街祷告了 求主让我的心绪能够平静下来 就是两个人 三个人 我们的心单单来仰望主 在黑门上看到主的变相 不介意人 只见耶稣 哈利路亚 忘断以至于耶稣 所以当我们踏进来的时候 我们是看人数的多少呢 还是单单来仰望主的供应呢 对不对 是我们里面的造就 是众生徒也都得造就 主今天要他来 是主的主权 他来的时候 圣灵会感动他 弟兄姊妹 感谢神 所以我们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 灵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若有人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浆壳来 他叫饥饿的得宝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对不对 当我们里面这个灵是空的时候 在诗歌里面 你就能遇见主 所以盼望 牧道友和听福音的朋友 到这里来不是要听什么好的道 乃是要遇见主 在伯利牧师的正道上遇见主 在小小的传道的正道上 也能遇见主 今天的很多的是要听好的道 乃是不是要来遇见主 当我们在聚会里面 如果真正的遇见主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心态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寻求的时候 那一个西洛亚缓流的水 就在里面供应你 哈利路亚 圣灵在你里面 不断地在那里运行供应你 所以我刚才跪在那里 我觉得负担很重 因为今天我们院长来了 本来是院长 我叫他讲道 他说你来讲 我觉得很惶恐 但是我跪在那个后面的时候 我觉得里面那个感受 圣灵在我里面那些启迪 我想不是讲什么道 乃是把里面的一点感觉 交通给弟兄姊妹 第二 感谢主 哀痛 哀痛什么意思 悔改 眼泪 流泪啥种的比欢呼受割 今天所有的侍奉都不是亲佛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象 理想的服饰 最后你还是要 受挫折的 一切凭着理想 后面就是至高之势 因为你的服饰 有自己的私欲 掺杂在里面 但是真正的服饰是什么 刚才我们的诗歌 忧伤痛悔的心 神必不轻看 神要的记 就是忧伤痛悔的灵 所以感谢主 我们的侍奉 一面来说需要能力 另外一面来说 能力都是从眼泪来的 Amen 你没有流过 所以保罗是一个流泪的指使 保罗以弗所三年 眼中流泪 凡事谦卑 保罗在哥林多的服饰 也是流泪 保罗在菲利比的服饰 他说我流泪的告诉你们 屡次的告诉你们 这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眼泪 我们今天没有流泪的服饰 我们怎么有欢呼的收割 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的心灵 许多的罪需要保血来洗 但是我们的侍奉 需要眼泪来铺垫 所以诗人怎么讲 他说经过流泪谷 叫做顾变为泉源之地 且由秋雨之腹 盖满泉谷 个人到西安朝建省立上加力 我们这个人是不是经过流泪谷 所有教会的服饰 都是经过财奶的 都是经过身材之难才能产生的 没有真实的身材之难 没有经过流泪谷 我们无法到丰富之地 第二就是流泪 第二就是流泪 我回想大陆教会那么多年走过来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兴旺 跟北美教会不同 所有的大陆教会都是经过流泪谷的 经过流泪谷的 所以非常的感谢主 一个就是眼泪 所以所有里面有眼泪的服饰 出来的那个侍奉 才是金银宝石的建造 所以我们很多的羊群会被流失 你会不会为他流泪地在那里祷告神 流泪地在那里祷告 我这里做一个见证 又是要讲到尼托生 因为我熟悉尼托生 比较熟悉一点 当尼弟兄在三一 在福州神学院 在福州高中那里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西国的教师也在他旁边 他这个学校当时他得救了 他火热在那里传福音 很多的人没有得救 这个西国的教师说 你为这些人流泪地祷告没有 所以后来尼弟兄 就有一本本子 他把他的同学 很多的名字 一个一个记载下来 他在那里流泪地 在那里为这些 恳切地在那里祷告 当他毕业之前 整个的班级出了一个到两个 大部分的人都得救 所以今天 我们有很多的人来看一看 就走了 很多的人待不住 因为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真的亏欠 我们没有安静下来 为这些人在主的面前 恳切地来祷告 如果说我们没有流泪 在那里撒走 我们的负担就不真切 很多的羊 就从我们生命中间 就是流失了 所以哀痛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感谢神 今天这个安慰 是从圣灵来的 当你倒空的时候 当你流泪的时候 那一位圣灵 又叫保卫师 又叫安慰师 就在你的里面 做那一个高模的工作 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 如果活在工作的里面 他会越来越枯干 如果活在活水的泉源里面 圣灵里面 他里面就会有安慰 他里面就会有安慰 所以非常的感谢神 非常感谢神 一个就是做 对世界的罪哀痛 对世界的罪哀痛悔改 还有一个就是 对什么 对世界冷漠的哀痛 这个世界是冷漠的 弟兄姊妹 我也感谢 还有一个是什么 对罪人的结局哀痛 罪人的结局哀痛 最近我们在一个教会 他教我带成人主日学 我在那里带的时候 我就是讲那个 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 财主跟拉撒路 很多今天在湾区的人 希望成功 我说在路加福音里面 最成功的就是这个财主 这个财主又没有犯大罪 又没有拜偶像 又没有犯奸淫 不过就是穿着紫色的袍 和戏麻布的衣服 天天的奢华业热 他没有去偷窃 但是你看到没有 这一个有宗教背景的人 最终的结局 是阴间的火焰 他在这阴间的火焰里 极其的痛苦 连指头沾的凉水都得不到 那个拉撒路你看看 但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是针对人的需要 没有看到在需要的同时 罪人有一个可怕的结局 这个结局需要我们 在神的话语里面认识 如果这样不认识的话 我们对罪人的负担 没有办法重复 感谢主 我们的主在这里讲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今天人的心灵 人的罪需要宝学来洗 人的心灵 需要主的爱来浇灌 要有流泪的杀众 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 在所有的服事里面 如果我们的心不能够体会别人 不能够与他一同流泪的话 我们怎么得人如得鱼呢 感谢神 感谢神 所以感谢主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今天的释放的信息 就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一切 跟随主的人 生命的接替有两种 第一种 倒空 第二种 悔改 当我们这个教会 是充满圣灵的教会 当我们在那里倒空的时候 十字架在我们里面 做更深工作的时候 我们并会进入更深的悔改 当我们在悔改的里面 神的力量 能力 就会带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每一个神的仆人 一生就是在那里倒空 一生就是在那里悔改 永远没有资格说 我已经有了 乃是说 主啊 你让我真正在你里面 是倒空的 真正在你里面 成为一个空的器皿 成为一个流泪的指示 让圣灵 借着我们这个管道 能将活水的江河流出来 供应今天的需要 无论在中国 无论在美国 人的心灵 何等的干渴 如果我们不能把他们 带到主的面前 不能让他们遇见主 我们今天所有的服事 是失败的 虽然我们今天的人数不多 愿主向我们的心所化 我们每个人在服事的时候 愿十字架的大爱 再来激励我们 让我们不断地 在主面前倒空 不断地在主面前悔改 在主手里 成为主 时代合用的器皿 借着我们小小的 那个教会 成为马可罗 能够将主的使命 在这个时代 能够完成 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 Amen 最后 感谢观看